大家好,我是游吊行 吊连庸是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最好吊的季节了 说白了,就是气温高,连庸就活跃,就越好吊 即使是邓刚大师邓连庸 也是在气温高的季节才能够把连庸吊好,吊到报库 气温低的时候,即使不空军,想报库也难 自从邓刚大师在开始盘老板吊连庸的视频 出现在我们钓鱼人的手机上的以后,许许多多的钓游 也在开始买连庸耳在江河湖库钓起了连庸 有的在视频中学到了选钓位,要面对大水面,水位要深 学到了连庸线组的搭配,掌握了双钩的最佳距离 学到了上耳要领,掌握了耳料物化的时间等等 钓连庸的必要的技巧 但在做钓的过程中啊,还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这就是具体应该钓多深呢? 鱼层在多深的水层呢? 怎样把握鱼最多的那个永层呢? 下面我就把邓刚大师曾经在许多视频中 零零星星总结到的经验啊,做一个归纳,分享给钓友们 不管什么季节,只要连庸开口,可以钓到连庸 总的原则就是,从钓浅开始,逐步钓身 气温低的时候,开始下杆钓半水以下 比如水深是5米,开始下杆时钓2米5 通过较长时间的抽窝幼鱼,然后根据有无鱼口和鱼口的多少 决定是否钓更深的水层 如果半水有鱼口,上鱼效果不错,就不用再往深水钓了 如果没有鱼口或鱼口很少,就需要再足步往深水找鱼层 需要注意的是,足步往深水找鱼层,而不是一下子就钓得过深 那么气温高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坚持从钓浅开始,然后足步钓身的原则 只是开始下杆的时候,不是从半水开始,而是要从三分之一的水深开始 比如水深是5米,我们要从1米5左右的浅水开始下杆 通过一段时间抽窝幼鱼,再根据是否有鱼口或鱼口的多少 决定是否再往下找鱼层 如果有鱼口上鱼也不错,就不需要再往下找鱼层了 如果没有鱼口或者鱼口少,就可以再足步往下找鱼层 我们之所以在不同的气温开始下杆的水层不同 是我们根据连庸在气温低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会在较深的水层活动 而气温较高的时候,连庸会在较浅的水层活动作为依据的 其实啊,连庸根据气温高低会在不同水层变化 不仅仅是季节的变化,而在每一天也会根据气温水温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早晨气温水温低,连庸会在深水活动 到了中午下午,气温水温升高了,连庸又会随着气温水温的升高而游到上层的水层来 因此钓连庸啊,不能固定在一个水层一层不变 即使我们通过找水层找到了鱼层,也不能在较长的时间从头到尾钓一个水层 而只要发现鱼口变少或者没有口了,就又需要重新找鱼层 因此我们说,钓连庸找鱼层是贯穿始终的,不是找到鱼层后就一劳永移了 另外啊,有两个现象可以判断一部分鱼情,提供给钓友们参考 一是抽窝很久,浮漂都没有动作,这种情况要么鱼没有进窝,要么鱼在更深的水层 二是浮漂有晃动,或者有口不中鱼,或者出现外挂现象 这些情况说明钓得过深了,鱼在上层 如果出现以上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需要往深水找鱼层 第二种情况需要往潜水找鱼层 好了,喜欢视频请关注长按点赞三秒,谢谢了